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來看外資回覆回流 各位你只要看五檔股票 這五檔股票呢 台積電 研發科 貨櫃三雄 那台積電 剛講過 其實各位你看 這五檔股票裡面 它第一季的獲利 已經超過整個台股 全體上市貴公司獲利的四成 所以外資有沒有回流 看這五檔股票 它的外資慢慢超 大概就知道 那我們從這五檔股票來看 外資回流的沒有很明顯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 它的賣壓已經慢慢趨緩 換言之也可以說是台股 前面這個底部已經慢慢的確立起來 15616 從這點可以看出外資的一點點吉祥 像時候我們的重點 當然是在電子股 但是電子股 各位你要怎麼選股 你要選 第一季財報 現在已經陸陸續續廣告了 第一季財報好的 跟四月份營收有上來的 而且 而且 跌升的 而且 領先大盤 落頂的 就像我們最近以來 操作一檔股票可乘 它就是符合這些條件 然後 它今天又創了一個波段的高點 其實像這種股票 還有很多 所以下個禮拜 各位不妨把電子股 擺作為一個操作的重點 至於航運股 貨櫃三雄 其實整個五月份 貨櫃三雄跌跌不休 但是也正因為跌跌不休 跌到這個地方 各位你想像一下 其實市場很 很 care貨櫃三雄今年的獲利 會不會跟去年相比 衰退 其實呢 貨櫃三雄今年的獲利 不但沒有比去年衰退 而且更好 就光憑這一點 貨櫃三雄的股價 如果調到年限之下 那就是相當不合理 所以各位可以留意 航運股裡面 貨櫃三雄 年限之下的股價 都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那至於也有很多朋友 在問這個包括原物料的部分 那原物料呢 各位你如果有注意 最近以來的報價 像包括石油 像什麼鋁啦 錫啦 像之前飆了一大波的麵 市場爬蹭了腰面 另外還有像一些 維碎金屬裡面的黃豆 玉米 這些等等 其實呢 它的報價 已經慢慢都在下跌 換言之呢 這個也是某種 通貨膨脹 已經獲得了一個環節 所以當這些原物料 報價都在下跌的時候 原物料的股價 基本上 短線上 我是不建議在這邊 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現在台股呢 還是處在 反彈坡裡面 因為它今天把昨天的 這個缺口封閉掉 所以短線上呢 各位你要特別的留意 能夠持續反彈的股票 那就像我剛說的 電子股裡面呢 你要特別去留意 第一季財報 四月份營收 很好的 而且是 跌身的 甚至是領先大盤落底的 這些物料 可以做為短線上的操作 那至於如果要做一些 比較中場線的布局 正如同我剛說的 像航運股 年限以下的貨櫃三雄 都是一個 可以進場的標的